你剛才說了很激動 我身邊的李Sir是很激動 是否因為小儀說了一番話 我猜也是 我情緒很複雜 但真的很激動 我現在無法解釋給你聽 其實是激動的 特別是我很開心 因為這個獎項可以跟我們一直走的戰友 一起上台去分享這個獎項 所以有Patrick、阿田 所以我今次是特別開心 你有甚麼感受? 阿太太 很開心可以用這首歌 來得到一個這麼大的獎項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還有 作為填詞的崗位 很開心可以一首歌 跟香港人有些連結 因為我覺得我們過去一年經歷的情緒 都是很共同地去經歷的 很多事情都 我覺得這首歌是 想告訴聽眾 我們之間有一份很珍貴的明白 所以用這首這麼珍貴的歌 去得到這個獎項 就特別開心 覺得很有意義 有甚麼要分享 其實之前有一次 是因為拿專輯的獎項上一次 其實我沒有想過 會再跟大家一起上台 這個很珍惜 這個緣分 多謝 正常不是很舒服 我先說 是的 我印象很依稀的印象 其實當時 那些片都找不回 當時我們是憑著一首 《Simple Love Song》去拿獎 當時正直我們的舊隊有偽心 就離團 其實 我要特別感謝商台 當時我記得那個 就是好像一個叫做 頒獎給我們的時候 他們好像告訴我們 我們 雖然離開了一位隊員 但其實有很多人 是在背後 去回應著我們 我很記得那個畫面 那 反而有丁堆遺憾 就是當時演繹 《Simple Love Song》 其實處理得不太好 我們 所以 有開心也不開心 的確 我應該問問黎曼 是不是小儀 說那番話 我覺得 就是 但凡經過歲月的事情 去提煉 他就是有一份重量在這裏 我自己 其實很明白黎曼的感動 所以 所以 都很感謝 亦都是這麼多人 我們有六個人 一起去分享這件事 是的 有什麼感覺 其實 當我們放了結他 放了鼓棍 放了一支咪 其實我們都是普通香港市民 一個人 一個人 那 其實阿黎說那句 真理必勝 其實我都 其實心裏都覺得 但凡真的 真摯的事情 就是大家會共鳴 這真是一個 是 這19年以來 20年 21年 大家牽動著大家的東西 阿田說那件事就是 我們只不過通過音符 通過歌詞 把它唱出來 成為一首歌 所以我想 即 他講的明白 是 我想是我們一直都 珍重的一件事情 希望這個東西是可以 即是一首歌 有時聽到會哭 其實你哭完 你可能會得到的力量 或者放鬆了 那你就繼續向前走 你明天 即是現在生一年了 你不知道會變好 還是會變壞 但是 即是我很感謝有歌的力量 可以 我們都是 有份去做音樂出來的 一班人 這個就是 你繼續做 有得做 就繼續做 即是你一試管 不,因為都 真心我們其實 我們都 一看 其實 短間有很多很年輕的 後起之受 那要怎樣去 保持著我們的心境 或者創造力澎湃 其實就 這個反而是我們今年的功課 所以 我們是不是有講到 我們幾天後 我們有一個秀 有一個音樂會 其實就是 就是阿正去拉起的 就是多一點跟不同的音樂人去困 去 去 加入一起演繹 那個就是一個 西九 西九 我們會和一隊管弦樂團 即超過一百人的管弦樂團 一起有一個合作 其實我們很想 因為我們是 其實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我們最厲害的可能是做創作 我覺得最需要是 繼續創作 或者和不同的人去合作 通過合作可以得到多一點靈感 對 這一刻有沒有再多謝 補充有些什麼 想和香港人 或是平衡的 其實真的 好好地過 對 其實不是賣廣告 我們新歌叫好好地過 因為 有很多事情大家在心中 在知道 其實日子會變好變壞 其實沒有人能預測到 正正譬如說 剛剛 現在2022年開始了 其實 以往的我都可能會寫一些計劃 但現在可能人去到某一個年歲 就會覺得 我們 有珍惜的人和你一起過一些時間 所以 你找到一些 你愛的人 你覺得是 很有共同信念的 一起去 大家安好平安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 所以 剛才我都說到 我們六個人 整個團隊一起去拿獎 是很開心 因為 我們仍然 整整在一起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一件事